昨天我們去超市買了一個花雕醉雞翼 要29.9元 阿寶說只有幾隻這麼貴 他都會做 於是我就提議 不如我們照買 然後他自己做他所說 他都會做的 都是花雕醉雞翼 不過他這個湯底好像濃郁很多 是不是? 有什麼不同? 因為好像你多了幻梅 是不是? 是 所以是幻梅色 所以 我試一下到底他跟超市比的 誰比較好吃 如果聞不下 就阿寶那個比較香 但是 你也聞不到酒味 有花雕酒 好 現在先試一下 誰比較好吃 浸一下醬汁 這個就是超市買回來的 那如果 份量上 和價錢上 那怎樣都是自己做的 便宜一點 但是這些就不用做了 讓我試一下 咦? 我反而聞到不是酒味來的 但是很香 不知道是什麼 我來試一下 試一口 像臘肉味 真的 很明顯 我覺得 這些肉 硬硬硬的 但都容易咬 會出來了 但這些味道好像有一點臘腸味 那樣 聞不到酒味 是不是小兄真的那樣的味 我不知道 有一點臘腸的味 那我試一下阿寶那個是怎樣的 阿寶那個是怎樣的 阿寶那個是加了一些滑梅的 那 深色一點 試一下 先試一下 對 還有它的秘訣 它要醃一天的 是不是 這樣就入味一點 但是 吃下去 今天阿寶的味道 而且 但是 為什麼我們都聞不到酒味 那樣的 揮發了 揮發了 因為人家是冷吃的 是啊 我還要提一提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吃這麼冷吃的東西 所以 我兩個是定義了來吃的 正常說 一些人說是冷吃的 這些是不是 可以冷吃 嗯 有些臘肉 可能是酒味來的 我不知道 它的酒就好像 味道 明顯一點 你就 反而是重滑梅味 那如果兩個哪個好吃一點呢 兩個都這麼好吃 我覺得 很難比較 真的有一點點不同味的 兩個都是花雕酒 雞翼 兩個都不同 今次 打和算 算了 我真的分不了 兩個都很好吃 不如你自己親自試一下 那現在 連阿寶都試過了 那你覺得 你跟超市買的有什麼分別 就是你做出來的 那些 我那個沒有更大酒味 是嗎 因為那些橫梅遮蓋了 應該是 那那個就更大酒味一點 但是哪個好吃一點 我那個好吃一點 你覺得 因為那些橫梅好像比較醒目一點 嗯 嗯 好 那我就覺得兩隻都差不多 但是你說如果要長期吃很多隻 我都會選一下阿寶那個 因為那些橫梅好像比較醒胃一點 就是開胃一點 好 今次測試這個 嗯 稍勝啦 你這個 好不好 哈哈 OK 好可愛 OK OK OK